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在2006年的前后 因为那段历史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向谢介生先生借了1000万美金 当时我记得还有个100万美金的沙达西 这个借这个钱呢是当时是为了买回这个基辅号航母的这个图子 因为这个航母需要抓修的话 需要这个整个航母的这个图子 所以这是俄罗斯方面另外加上来的一笔费用 那么当时呢这个这笔费用呢 对方呢通过中介机构 土耳其的一家公司要求必须全额以现金支付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找到了谢介生先生 那么他就把这个钱借给我了 但是借这个钱呢有个条件 就是用我们环北海天津环北海控股集团 所持有的这个天津华泰集团 因为天津华泰集团持有的精兵发展的股份 那么用这个这个股份呢 给谢介生呢这个做了一个质押 那么也就是说当时我们两个商定 如果这个钱还不上 我当时认为呢我有半年时间就够了 那么利息那个相对也比较高 这个老谢当时对我这个利息 我也是一直有耿耿于怀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但是现在我这些情况呢就不说了 那么后来呢我就把我们公司 因为这个公司内部呢 它的股权结构呢分了几个层次 那么就把我们公司 我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 叫这个银宝伟业 所持有的北京世纪泰河的这个股份 世纪泰河呢这个时候呢 持有华泰的63.7%的控股权 还有10%是我们天津华泰集团 另外一家股东 那么大概是13%的股份 那么这个这些股份呢 我全部质押给了这个谢介生先生 那么在我们进行股份制改制的时候呢 我们公司有一位这个经济学博士 资博用作的高手 这个叫赵永阿先生 那么赵永阿先生呢 我委托他进行整个公司的股改 因为当时在天津华泰控股集团呢 我拥有这个四家上市公司的这个控股权 那么我当时持有这个金兵发展 庸大科技 这个联用壁股 还有武昌宇 那么这么多股份公司呢 我们公司当时内部的这个 您知道这个关联交易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事情 那么当时呢 我就委托赵永阿 作为这个公司的代表 去用进行这些资本的这些整合 那么那个阶段呢 应该说是资金都比较紧张 所以呢 那么我委托他呢 就把这股权呢 就转到了这个北京世纪泰河 由英华委员来代职 这个时候呢 就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因为赵永阿呢 他一封钱 也没有偷到公司 这一点 因为今天这个直播视频呢 是这个全球性的 也是证据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 因为我的人头作宝 脑袋作宝 赵永阿没有啊 公司放一封钱 如果赵永阿那些背景 和他现在的很多辩护历史 用他们在国内的 所谓的社会关系 来歪曲这个事实的话 那我绝对不会善罢甘心 我今天明确地说 我用我的身家性命来保证 赵永阿没有到公司一封钱 他都是用华泰 卖股份的钱来进行周转 那么当时呢 在天津对他进行起诉的时候呢 是这个情况 他在这个 我们经营发展这个股份的 这个用作过程中呢 他一封钱没套 我在反复强调 我已经无数次说过这一条 但是国内的有些 这个公安局啊 就是在当时在 国文贵和曲龙和赵永阿买通的 这些公安局的系统里边 那么根本不会和我杀了这个问题 他只找我的毛病 不找他的毛病 我的毛病呢 都是他们编造出来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集团公司 我刚才说了 我下面有40多家公司 我这个公司之间呢 资金的这种调遣呢 是很正常的情况 公司这个股圈 这个代识也是很正常的情况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国文贵就利用他在这个马界 在中纪委的孟会卿 和河白省政法院书记张岳的关系 等等 还有河南这个公安系统 和政法系统的部分领导 在那个阶段 这些名字呢 我现在暂时不想说 那么我看这个事态的进展 我给他们留点余地 是吧 现在呢 这个因为现在我就再加一句话 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搞成一个国际新闻 那么我呢 天津环派控股集团 我已经这个 被他们追逃到澳大利亚 已经整整的八年 我下海二十年 有近一半的时间 是被郭文贵 马界 张岳 赵永安这个犯罪团伙所追逃 他们没掏一封钱 把我的公司拿走 当时天津华太控股集团 是一家 近一百家股东的 叫做柜台交易的股份公司 那么赵永安 火通国文贵把这个公司抢走以后 那么 他们抢走的方式 就是 伪造签字 司客运章 这些呢 在国内的 这个 公安局 比如说天津市公安局 竞争大队 焦作市公安局竞争大队 如果还有良心的话 在郑州市公安局 他们也有相关的证据 那么我这个案子呢 这个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 我说 我就算 我这个人呢 喜欢这个 文诺墨 按照文化出的 我也不想和这些流氓无赖 这种强盗 我干不过他们 老谢把我追逃的 我已经够窍了 再加个国文贵 这个吧 我今天看见老谢 有点瘦了 我能瘦得了吗 我只是个学者 我自认为是个学者 这个 这个当时呢 这些证据都是缺错的 有关部门 增着眼睛说瞎话 就不采信 这些证据 那么他把公司抢走以后呢 赵永在华太股份 让他到股份公司 不到 不到失贴的时间 大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失贴到两个月之间 从公司 抢走了 第一次就把意思 打到他的股份账户上去 第二个呢 就从公司通过欺骗我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他的同学 这某人 我把名字也给他留下来 他们两个弄许作假 就通过串通 这个深圳证券交易所 郑永在的同学 名字我暂时再给他留一点 他们的经济犯罪呢 我可以拉出一落来 所以呢 他就把这个股权呢 拐走了 拐走了以后呢 郑永在从这个账上 送捷打走了两亿多 大概近三个亿 股权 股权 拉走了60%多 然后呢 郑永贵很快就从这个账上 拉走了四个多亿 那么一个股份公司 那么郑永贵 这个从这里边抢走 在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 如果郑永贵抢钱 因为郑永贵 我现在都不认识郑永贵 我还 我还可以理解的话 因为郑永贵本来就是抢到 抢钱 我觉得很正常 撒人越货 就是他的职业 但是 他们会抓住我的一点点事情 是用我的公司来反过来折腾我 那么现在华特纳 窃我们华华集团 现在窃五亿 那么在赵永贵买通的郭文贵的那些背景的支持下 孟会清的庭审意见已经很清楚了 他走了天津市那么多的政法系的领导来折腾我 来追讨我 那么我今天这个第一次呢 这个和国际连线 因为在澳大利亚的这些媒体呢 也不断的采访我 现在推特上和各界呢 也对我这个事情都非常关心 那么 他们抢走这个公司以后呢 应该说郑文贵 赵永贵没掏一封钱 就把一家股份制企业的这个钱呢 拿走这么多 到现在为止 他们这个犯罪团伙和公安局有关领导 完全不注意 这是一家柜胎交易的公司 就算我这件事有问题 那么剩下来的 包括鬼谷在内的 近一百家的股东的权益 在这么多年 他们考虑过没有 所以呢 这个案件是典型的在资本市场上 这些利益集团 这些利用国家机器来倾吞 别人权益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件 所以呢 这个事情非常简单 他们没掏一封钱 把这个公司拿走 他们现在华太和我们公司 集团公司 现在还有五六个亿的 四五个亿的这个 这个债权往来 他们也不去 也也从来没有人说 我们坐下来对对仗 他们就是抢钱 就是追逃 就是迫害 根本不考虑国内 我刚才说了 柜台交易是总上司公司 一百多家股东 抢了那么多东西 没有一家 有关机构 站出来说 没有任何一个人 站出来说 这么多股东的权益 就算我政界府有问题 就算有问题 那么近一百家股东的权益 谁来保障呢 所以 这个公共外界呢 它不是孤立的 是那个时期 整个中国 这个 我现在说的气话 希望经过 有关当局方面 也理解我 那么多的机构 没有一家机构 站出来说句公道化 那么今天呢 我个人认为呢 要没有习主席 和王书记的反腐 没有中国共赛道 在这个关键时刻 例外狂澜 把这些所谓贪腐集团 和贪腐集团的 贪腐老领导盟 绳子以法 没有整栋 中国的钢肠 是吧 没有法纪 如果没有这个 法治建设的话 中国不是像 我这样的企业家 是所有的企业家 都会被追逃出去 为什么呢 劣币 淘汰良币 就像国文贵这样的人 在国外国内 你看他 能够坑蒙拐片 挣了几百个亿 我们现在反思这个问题 他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因为 当时国内的法治环境 给国文贵这样的 不留 提供了一个生长的条件 所以现在我们 反思的问题很深 如果说 我们这些问题 得不到解决 你把国文贵处理了 没有的 那很可能把我也 弄成个国文贵 当然我打死 我也不会那么 误入祖国 诬蔑共产党 误入那么多领导 我不会的 但是呢 我今天是这个话呢 就是说 我个人认为 是我们 这个公司 就是这个情况 所有的 与这公司的案件 都不去 把它联系起来 去正确的去处理 司科应章 有关部门不管 伪造我的切字 有关部门不管 这个 这个这个 有关部门呢 只是抓住 我自己的公司 里边的问题 那么我自己公司 的问题呢 我们公司和 总公司和母公司 之间的债权 在我往来 不管 子公司和子公司 之间在我往来 不管 就抓住 只要你政界府 切了自动问题 好在 他们从我个人 头里边 找不到一封切的问题 我公司都是 带齿 都为文件 虽然我是实际 控制人 我可能是 绝对大股东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郭文贵和赵永安 马剑 张月 等等的 这些犯罪 组成的犯罪团伙 利益集团 到今天为止 都没有给我一个 明确的 站在法律 意义上的答复 所以我今天 接受这个采访呢 因为博秀呢 我也看到你们 很多新闻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这个问题 所表明的 恰恰是中国的 法治界设 所载明的问题 现在仍然 正在解决之中 所以我现在 不认为 我是和郭文贵 这个 我也打不过郭文贵 他骂脏话 我骂不起来 我只能说点道理 我是道理 他也未必听 是吧 但是 这样一个流氓无赖 和他背后的 谈腐集团 所造成目前的这个局面 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 反过来说 我向谢介绍 借这个钱 恰恰是 我给中国 有关部门 和国防建设 做出重大贡献的 一个关节发节 我看到大年 大年对我这个 庭审议件以后呢 我今天不得不说 本来我不想识 这么多话 恰恰是 很多人人志士 爱国 做出的贡献 恰恰变成了 他们整我的 一个材料 所以我今天 借助于这个平台呢 我也把我自己的一些 心理话说一下 我永远热爱我的祖国 我永远热爱 祖国人民 给我们这代企业家 所提供的 这么好的条件 我永远怀念 我们在国内 所做的事业 给当地政府 所做的贡献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在天津 我做过两届人大代表 两届政协委员 我做过多届 优秀企业家 在中国国内 我没有一单 贪腐的记录 我没有一单 行贿 社会的记录 我没有借 员工的一封钱 没有借 任何人一封钱 唯一段的一次 就是借了一笔钱 就是买航母的徒子 借 谢杰森 借了这笔钱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 坦率的说 老先我也借不着你 今天我们在这个 视频上 能够借到你 我也非常的高兴 看到你也这么瘦 这个头发也长了 我也心里边很难受 因为为我这个蜡色 把你拖进来 你虽然把我折腾的 也够呛 但是我仍然是 向您释放个善意 那么今天呢 因为这个我也很激动 通过这个博讯 这个平台 因为对国庆 过去的这个情况呢 我也不大了解 所以呢 今天通过博士 张博士 您的这个 这个传真引线 我们和谢先生呢 我能够和在 在视频上 能够借他一面 我也特别的高兴 这个 我如果能够这样借鉴 老郭 郭文贵的话 我也更加高兴 我想老郭现在呢 因为老郭现在 比较比较疯狂 他现在面对的都是 都是 他面对的都是大人物 我们这些小人物呢 够不着他那个 他那个东西 但是呢 我觉得老郭 如果哪一天 你联系联系 能和我见面 说说话的话 咱们成兄道弟 都在企业界 干了这么多年 你干那么多流氓 耍那么多流氓 你怎么向我们业界解释 你害死了多少人 你迫害了多少人 哥 你这大胆的承认一下 有什么了不起 要我是老郭的话 我承诺 我害了多少人 我他妈的 我就是个流氓 我就是害了 当然现在老郭的话呢 基本上也就是这样说了 我欠那么多钱 你们来打官司呀 对吧 欠两三百亿 这个债务 你们来打官司啊 我等着呢 这个地方呢 我也特别奇怪啊 这个您在美国 也那么多年 美国这个法律体系 为什么能容忍 这样的 这个 这样一个罪恶累累 这么多负债的 再掏的犯罪分子 美国这个国家 到底是个民主国家 还是个什么国家 你们天天标榜美国 是个法治国家 那么拿到美国的 连国文贵这样的 这样的 再掏犯都不予制裁 我过去呢 对美国 我是学这个 西方经济学的 我过去对美国的 这个思想经济呀 非常推崇 但是我现在呢 对美国的 因为没有法律体系 所保护的思想体系 那是胡扯 所以我今天 我觉得美国的 思想体系 已经被他们的 政治意图 所以也干 如果美国政府 继续采取 这样一种方式 来对待世界 各个大国 就是政府耍流氓 美国耍流氓 帮助国文贵 这种耍流氓 我认为 这样的世界大国 它地位的衰落 它会加速 对吧 我现在 这个 说这个话 也不是说 伤害了你们 在美国的朋友 但是我就说 如果一个国家 善恶不封 一切从他们 本国的利益出发 流氓无奈 在那个地方 大行其道 任何国际的 所谓的普世价值 都不予遵守 这样的国家 作为世界的 我不认为 它能够持续多久 是吧 那么 言归正传 你们在财法外 也可以解决 对吧 这个老谢觉得 我哪些事都不对 你可以 也可以反驳我 反正今天 我是 我是 放开说 我也不怕任何人 那么 这个赵云 要瞧走 这个钱以后 那么 把这个公司 拿走以后 其实在此之前 我已经把这个股权 抵律了 谢建成先生 抵律谢先生 我当时认为 这个华泰 这个股份 一亿八千万股 我是精兵发展的 副董事长 从第一任总经理 第二任副董事长 因为精兵发展的股份 值多少钱 我心里比赵云阿 更清楚 赵云阿说他是 我问他借钱 我不懂资本市场 在赵云阿 进入我公司之前 我已经承认过 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长 我承认过 这个 腾阿标准人士的 副董事长 监事长 我承认过 四家上司公司的 副董事长 总经理 在我的亲手推动下 我推动过 两家上司公司的上司 我对中国的资本市场 了如指掌 我在大学 教了很多年的经济学 那么 我难道不知道 今天发展这个股权 值多少钱 对吧 所以赵云阿说 是他帮我 把这个 他帮我 把这个钱翻上 然后呢 我把整个公司送给他 这种流氓无赖的说法 我觉得 稍微懂得经济学 常识的人 我这样一个很资深的 我自认为 我在中国资本市场 是非常资深的一位 有实践经验 有理论基础的一个 我自己不能说叫专家 但是我至少 是一个资深人士吧 我虽然不是高手 但我是老手啊 所以 当时坦率的说 当时金兵发展的 这个股权在解冻以后 他涨到15块钱 是我封封中可以做到的事情 华太当时的实际负债 只有三个来亿 在我的处理下 实际上也就只有一个多亿 那么金兵发展 持有就这么点股权 金兵发展 这个天津华太控股材 持有金兵发展的股份 就这么一点股权 来涵盖 小两个亿的负债 是绰绰有余的 也就是说当时 我要正常卖了 第一个两千万股 已经把华太的 赛物全部还清走了 这个时候呢 天津华太账上 还有一亿六千万股 如果每股是20块钱的话 就是36亿 每股10块钱 还有16个亿 我需要赵永安 教我怎么去卖股票吗 是不是 所以赵永安建财起义 然后把公司 用这种卑劣的手段 然后夺走 夺走以后呢 我们从这个 中纪委孟会卿的 对孟会卿的 庭室意见里边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当时在天津 他找了天津很多要害人物 把赵永安进出去 然后呢 在国文贵的用作之下 把天津华太 搬到了郑州 他的势力范围之内 在这个地方 我一定要强调一次 国文贵 他把公司搬到了 郑州的玉华区 到了玉华区以后 河南这个地区的公安局 他们所作所为 就是把我在贴 在这个河南投资的木矿 彻底毁掉 这个木矿当时评估 就评估了八九十个亿 实际上它的储量 它的储量应该是在 两千亿人民币左右 到现在为止 全部没有了 那么当时 投资到这个公司的 账上的钱 他们一把打走 全部是建立在 违法乱纪 所以今天呢 这个视频呢 如果你们能播出来 我会把这PPT呢 防御有关部门 防御社会各界 来看这个事情 通过我们这个案例 来说清楚 他们是怎么要迫害一个 迫害一个企业家 我现在可以说 我自成企业家 如果中国一个企业家 干过这么多事情 还成不了企业家的话 那我就是个小沙发 是吧 当然了 现在这个事情呢 我认为 随着世界的推移 会增下大白的 那么当时 我认为 我在半年之内 可以还 县介乘先生这个钱 但实际上 又与国文贵的介入 是吧 后来赵永安呢 也变成了涉害者 那么一段时间呢 也传过消息来了 赵永安说 他最恨似国文贵 其次才流到我 那么可见 国文贵 怎么要救赵永安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借赵永安的 就是我借这个 谢介乘先生的钱 由于赵永安和国文贵的联合 这种违法乱性的抢劫 使我和谢介乘先生这个合同就笼空了 但是 在以后的日子里 是吧 这个我呢 用我个人的资产 卖房子 卖地 也给谢介乘先生呢 不断地还钱 当然 那花钱呢 可能连利息都没有花上 那么这个时候呢 谢介乘先生呢 为了 他 我不知道 当时因为我们很快就封城了嘛 我认为 这个谢介乘先生呢 他钱也是平好贷款 也有资金成本 所以这个钱借走以后呢 那么我就认为 我现在大大的亏欠了 谢介乘的一个 一个 欠了一笔赞 这笔赞呢 不是用经济 用钱能够赞的 我实际上 是建立在 大家有个人性的基础之上 我不是国文贵 我只能赖掉账 我就赖掉了 那么我认为呢 当时这笔钱对我 买进进步航母的 这一批徒子 我再强调一遍 如果没有这一批徒子的话 航母是没法装修的 因为没有徒子 没有尺寸 你怎么抓修啊 就像我们房子 你要装修的话 这有设计徒子 那么这个背景关系呢 我就不想再细说了 因为今天这个事呢 只点到我和谢介乘的关系 但是坦率的说 这个 这个进步航母呢 对天津市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贡献 是巨大的 那么 田津市原来汉谷呢 是污染业中的污染企业 由于这个航母的到来 航母主题工业的建设 后来冰海型区的发展 就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呢 兴趣发展 把很多污染企业都搬走 都消灭掉了 因为土地的这个价值的增长 使得这个地区的这个 整个产业布局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汉谷区呢 又原来最不复的一个区 因为我项目的进入呢 也使它的土地升值 整个产业结构 发生了重大的调整 汉谷原来是一个污染 极为严重的一个 一个天津市的一个区 它离北京只有 直线距离只有七八十公里 过去的风一吹 整个污染区也吹到北京去了 由于我航母项目的到来 这地区的污染企业的 迅速的清除掉 所以也为首都的这个 解清首都地区污染 做出了贡献 这贴经当时的很多媒体上 都给我做了充分的肯定 我曾经承认过 中国国发教育法委员会的 副主任 这是当时是这个池浩田 国发部长池浩田是主任 这都是有记载的 那么我这个主题公园呢 对于这个军事题材的 这个教育 对于改变当地 这个产业布局 为当地的经济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 由于这里边 有一个最核心的几步棋 其中一步就是 我借这个一千万美金 需要资付给这个俄罗斯方面 如果说 没有郭文贵和赵永安 联手对我的迫害 没有国家 安全部 常务副部长 马届对我的迫害 我有能力花着这个钱 但是当时他们迫害责了以后呢 我到了国外 把我所有的资产都封起来 我的所有的行动都必切断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时间 履约 所以谢建生先生呢 在河南的交作 就对我 郭文贵和赵永安 就做了起诉 这个时候呢 我和郭文贵呢 我很荣幸的和郭文贵 和赵永安变成了一伙的了 那么我给这个河南省公安厅 和给交作上的公安局呢 写了无数多的信 我说第一 我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他把这个赵永安把这个企业 骗走了 偷走了 第二 在这个情况出现以后呢 我虽然没有这个 按照谢建生和我亲的协议里边的 这个金额给他还钱 但是我三十万五十万三百五百万人民币 我还是在不断地还 为什么要这样还呢 因为我不能让这个经济的 这个借款行为呢 不能让他在两年子 这个营销期呢断掉 为什么呢 我这个人呢 非常讲究这个借别人的钱 要还钱这个问题 因为我这个 当时企业规模随着大 但是我觉得借个人的钱呢 这是一笔 死了都不能瞑目的 睡觉都睡不着的 这一点呢 那我不如郭文贵先生心大 这个那么多负债 那都是 摇摇撒撒撒 潇洒的不得了 我没办法 我只要欠你钱 我睡不着觉 所以我这辈子 我觉得今天 我也想 老谢这个这么多年没见了 我也向你道个歉 这个事情呢 由于我这个管理不善 由于我对我手下的这个管理不善 这个企业经营的也不好 在重大的花节上吃东西 欠你的钱 把你拖入到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你必追讨也差不多 实际上不封锁能够涵盖的 因为一个人一辈子 有效的 最有效的时期 所以呢 这个 老谢这个钱呢 我就 这个我想 看能不能借助于这一次 这个国内的这种 这个局面 能不能把老谢这个钱花下 这是我目前最大的心意 那么 简而言之一句话 是因为 国文贵赵永安 把我的企业抢走了 死我对老谢的 还在承诺落空了 但是老谢和河南公安 如果你们要是还有点起码的 这个做人的主的的话 你们 查一查 我哪一年 死花你们的这个钱 断过党 我不断党 就是因为我要死这个协议 一直处在影响其内 即使追我证件府 个人 我也愿意 这就是咱做人的规则 这就是咱和郭文贵 老郭的不同 所以呢 我想 你们博信应该给我点个赞 老郑这人还行 是不是 这就是整个过程 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紧迫 我就以最快的速度 以极快的语速 把这个过程 这个做了一遍 就是简单的说了一遍 非常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把事实 把整个过程都说清楚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 郭文贵先生 希望你在一个媒体上 跟他对质 来谈这个 关于华太股份的问题 您是否愿意跟他对质 第一呢 我非常愿意和郭文贵 在一个公开的场合 和他说几句 语重心潮的话 第一 华太的时候不用说 证据缺错 填一样的证据 我还和他讨论什么呀 这个华太的时候 我认为没有必要 和他做任何讨论 我一开始我就说老郭 你比我小几岁 我们在国内呢 都是企业界的人 我确他 我说你咋 你那种智商 你长得那么英俊潇洒 你咋就不能干得正上来 如果你把你的聪明才智 放到政策上 你也 你没问题是白衣富豪 因为我看了 老郭这个人的心机 和这个智商是相当高的 但是非常可惜 这个老郭呢 没把他的智慧啊 和他的智商 用在他该用的地方 全用到歪蒙邪道上去了 他一头砸到了女人的裤党里边 不可自拔 你怎么办 咱们是大老爷们 咱们看大局 咱们好坏也是搞企业 咱们看个 对吧 中国的企业家 一般都关心政治 咱们关心的大政治 一头砸到女人的裤党里边 天天就在这破灶 说来说去 我只能说 老郭呀 现在你变成个男人 折回到我们兄弟们 对话的这个前提下来 是吧 咱们在企业界都不容易 老郭你也从农民孩子 碰到今天也不容易 那么你把你的聪明才智 用到个正道上来 你是不是可以 放下秃刀 立地成佛 老郭你不是姓佛吗 对吧 你既然姓佛 那佛家弟子教育 你的基本种子是什么 所以呢 我和老郭 第一不存在对峙 我只是与众心潮的 教育教育他 但是现在老郭呢 相当牛逼 全世界的网红马 也骄傲的 口气大疼 所以呢我估计 第一他也不会同意 如果他同意 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北京最好 香港第二 台北第三 剩下来世界任何地方 我都可以和他见面 他可以带一百个保镖 我就一个人前往 如果我带第二个人 我证件府就是小人 因为郭文贵这个不是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也在保护他 黑社会也在保护他 阿拉伯兄弟也在保护他 我只有我的真诚和善意 我做人的种子在保护我 所以老郭 你去任何地方 我都可以去 因为我当时在那个 在这个老郭的那个盘古大关 我去过一次 那老郭那地方呢 那进去以后呢 我一个人去的 是吧 进去那个黑屋子 然后呢 当时两个朋友把我 把我往那一坐 然后呢 然后呢 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个窗里拉开点 对吧 你搞那个小社 搞那个恐怖气氛 你吓唬谁啊 我是这个 现在还钱 三人不过长命嘛 我能 我能咋地了 另外你这个 盘古大关呢 你也是个 也是个企业嘛 你整这套干嘛 所以现在 那个时候我都没害怕过 这个时候我更不害怕 他愿意在哪里谈 任何地方谈 我都愿意 但是我仍然是很真诚的 希望他能够立地成佛 放下徒刀 好 郑建福先生 非常感谢你 接受博讯网的采访 我们也希望 尽快地 你们之间 能够了结 这么一桩 持续了 多年的一种纠闻 是是是 一个人 一个人一辈子 这个你是 我从四十多岁 把我一迫害 干到五十多岁 最黄金的年华 逼他折腾 我刚才说过了 包括这个老谢在那 我们我们一辈子 最精华的年华 我的父亲呢 在我逼他们追逃期间 已经去世了 那个赵永安呢 我今天看到 他也说他父亲 在这个 在这个恐惧 和这个不安当中 也去世了 那么我们 我今天呢 就突然想到 这个为了两个钱呢 折腾到今天这一步 实在是 我觉得实在是不值 但是呢 我个人认为呢 老谢嘛 是无意中 被卷到这个里边来 老谢呢 当时认为 我是天津的大款 当时所谓的天津首付 所以对我也 信赖度比较高 我呢 对赵永安呢 我认为他是 北京大学的博士嘛 而且他的太太嘛 是财政部的官员 其实我也认为 赵永安呢 是一个学者心的 一个企业家 也是那个 更正描红的 是吧 在这个企业的经营过程呢 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干 但是呢 后来非常遗憾 这么干了 而且干了吧 这个还找到了 郭文贵这样的 更厉害的主 不但郭文贵干了吧 这马届还支持 所以呢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呢 我是 我真正现在痛苦的是 我们国家 什么时候 能够政治昌明 法治建设 按照习主席 这个按照我们 目前改革的这个速度呢 能把国家介绍的 真正能为 这个发展生产力 企业家们 能够放行的 在这个地上 能够真正 按照四场规则 进行淘汰 如果我是被四场 淘汰掉的 无所谓 我破产倒闭 一风不明 我认了 我回家 弄了一条三个 我打棒 放了 种土豆足可以 但是你不是 被四场淘汰掉的 是被这种肮脏的 利益集团 给干 所以你心里边 能平静吗 所以我觉得 我没有习主席 没有中国共产党 目前这一场 声势浩大的 反腐败运动 我觉得像我们这些人 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我现在 在海内外 在推特上 支持反腐 很多网友骂我 说我是共匪商人 说我很坏很坏 说我不懂得民主 不懂得他们搞民主 其实他们错了 其实我学的 就是政治经济学 我对民主的理解 对政治制度的理解 应该说不是外行 同样既不是高手 但我也是老手了 我理解的很凑彻 但是我现在 面对的问题是 你现在把我个人的问题 解决了 我没有迫害任何人 可是呢 我被折腾的今天 没人管我的策 那以而这样 我以而 这个我不会 不负责任的 去攻击任何领导 因为任何领导 他有他的国家所在国 他有他的法律体系 我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 我不能像公文贵 海拔 对不对 第二 我如果 我这个成长的经历 我是个农民的孩子 那么我能够 后来能够找完 那么多企业的资产 那我认为 我也 我从我个人来讲 我认为我也很知足 对吧 我也感谢中国的改革开放 那么现在呢 我们中国的这个 改革开放的 民主化的进程 那么现在 支持国文贵的这批人呢 现在力图把国文贵的这个 这么一个犯罪 犯罪团伙 这么多罪恶累累 这样一个团伙 力图把它包装成了一个政治人物 我觉得这个 在美国的很多所谓的精英人物呢 我都过去都是老朋友 是吧 都是老朋友 名字我就不说了 在这个青少年 青年时代 在我们大学毕业 那时候我们都是青年学者的时候呢 我们都有一个很深的交往 那么现在呢 突然出现这个局面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 像文贵这样的人 你们搞民主搞什么 搞理论研究 搞国际 大时代的研究 搞普世价值的研究 你们怎么能和国文贵混到一起呢 国文贵能给你们钱吗 国文贵给你们钱 你敢要吗 是吧 所以说呢 我就还是奉劝这些老朋友们 你们也 不要这个执迷不误 也不要创到拿枪以后再回头 你们也回到 理性的 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 是吧 美国是个法治社会 你们也回到法律的轨道上来 所以呢 任何谩骂 侮辱 威胁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实践 是结业真理的唯一标准 法律 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 没有任何别的标准 这是 我也是借你们这个平台呢 呼吁一下 在美国的那部精英 他们是精英嘛 我们这都是落草为寇了 呼吁一下他们 不要再和老郭贴贴在一起呢 说那些没别没记得话 也降低了你们的水平 是不是啊 这个建这个平台我是这么几句话 好 孙杰斐先生 非常感谢你 这个因为在你澳大利亚已经是深夜了 并且还是寒冷的冬天 感谢你 是今天非常冷 今天非常冷 有些事情说了不好 期望担待 因为我也是没有办法了 对你这个立案呢 我照须颜顾文贵 我也没有办法 我也知道 你也是一个受害者了 到最后我也没想到 我是原告变成被告变成通知 反正今天我其实我心里看到你也很不舒服 因为他吧 郑总不要不要哭 不要哭 因为他吧 真的我没有想着 真的没想到 那个你头发真的都摆完了 真的信 我现在心情也真的很难受 对不起啊 郑总 我心里也不很舒服 对不起 好 郑总 好 谢谢 感谢 感谢 谢谢 好 谢谢 再见